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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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过滤完一桶水都未完 还要重复过滤多三次才叫完成 收灰水其实都要收三至四天 才可以收到一瓶 收集到的灰水就可以用来浸糯米 浸过夜之后米会变成淡黄色 因为灰水完全不含化学成分 比起碱水来说更加天然 一块叶一炷糯米再加条木 其实这条叫桑木也都是围村传统 它没有味道 但煮完之后会将种芯变成红色 老人家就贪去红色拜神好意头 文英嬌还追得上朝楼 跟饼店师傅学做了流芯莲芡 将现成的莲芡馅蘸些炒过的糯米粉 再放冰隔雪岩 煮完之后馅就会变流芯 其实除了灰水种之外 围村还有另一款传统的花生甜种 因为它也有少许工序 就不像我们在街上吃那些 一粒粒的花生 以前有妈妈包开的时候 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现在我们都会做回 这一类的花生种 将花生炒香压成碎 加入用盐爆香的葱粒 煮熟的糯米和砂糖拌匀 拌成一团之后 就可以用来做盐 甜种入口烟烟硬硬硬 有浓郁的花生香味 和葱头拌匀之后又咸又甜 虽然吃完整只会比灰水种仔 但绝对是围村的独特风味